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iPadOS 16上面有哪一些新功能 那距离iPadOS 16推出 其实已经过了一两个月了 不过现在还是测试版 正式版要等到9月的时候才会有 这一次iPadOS它最大的亮点 想必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也就是目前调度这个功能 其他都是一些比较小的新功能 首先第一个我们当然就是要来讲 这个目前调度的功能 就是之前iPad上面 其实就已经有这个 分割视窗的功能 不过它的灵活度呢 其实是有限的 就是并不是非常非常的 好像电脑那样子 随时可以切换视窗这样子 那这一次呢 这个目前调度的功能呢 就可以实现像是电脑那样子 随时切换视窗的感觉 那它开启的方式呢 就是在这个控制中心下面 你会看到这边多出来了一个按钮 点下去之后呢 它就会开启这个目前调度 它目前呢 你可能看不出差别 那你打开视窗之后 它就会跑出来了 就是在左边这边 那大家发现呢 其实我现在已经开了两个视窗了 那这个视窗呢 平常你是可以直接拖曳来去增加的 例如说你现在想要把这个讯息 把它拖回到单一一个按钮的话呢 你就把这样把它拖回来 它就变回来了 那要合并的话呢 你就是直接把它拖出来 这样就合并在一起了 那想要回到桌面呢 你就是这样滑一下 就跟MacBook一模一样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它在切换这个视窗大小的部分呢 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 就是大家看到在视窗的左下角 有的时候是右下角 像是这边就是在右下角 这边有一个黑色的横条 对不对 你可以直接去拖曳它的大小 这样子就可以进入整个画面 那要把它缩回来呢 一样就是你从右下角把它拖回来 那像刚才这边这个Safari呢 它是在左下角 然后你把它拖 拖出来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一个比较大的视窗 然后呢 另外你也可以直接去调整它视窗的大小 就是可以这样子拖曳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从这边就是复制一些东西啊 把它拖过来 那有没有办法就是三个视窗呢 我们来试看看 可以耶 不过因为iPad的画面大小其实也是有线啦 所以 但是我现在就是有的时候会不知道该怎么叫出那个目前调度的视窗 对就是有的时候目前调度的这一排会突然消失 但我不知道触发的原因跟把它叫回来的方式是什么 所以这个部分还要再稍微研究一下 如果你只要答案的话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做成一级教学的功能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教学的话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因为这是一个全新使用iPad的方式 它非常像电脑可是又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它手势非常的多 就有时候你会不知道怎么切换 或是哪一个视窗要怎么叫出来这样子 总之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 但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说它对我们的生产力 有没有非常卓越的帮助这样 不过相较于之前的分割画面的方式 我觉得应该是会比较好的啦 因为毕竟之前的分割画面就是只有单一个画面 而且主要是Safari会比较好用 那其他的App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实用 那有了这个目前调度呢 所有的App都可以加进来一起参与了 然后呢有了这个功能之后 如果你今天有外接萤幕的话会更加的实用 因为目前为止在这个小小的11寸的iPad Air上面 我觉得有这个功能其实还蛮挤的 就是大部分的时间你的视窗 如果你要开到两个或三个它可能就是只能小小的 那如果你今天有外接萤幕的话呢 这个功能会更上一层楼 因为毕竟在iPad这个萤幕它的大小是有限的 那如果有外接萤幕的话呢 会更像一台电脑哦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些功能 其实刚刚iPhone都是蛮重叠的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iCloud 现在它的相簿是可以跟别人一起共享的 就是现在呢点到iCloud里面 在下面会有一个共享的图库 这个选项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跟你的家人朋友啊 一起共享出游的照片 例如说你们一起出去玩 那回家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把所有的照片都丢到同一个图库里面 然后大家都可以下载 不过注意一下这个部分呢 是会占你iCloud的容量的 所以你们可以就是上传完之后呢 下载好你要的照片就把它关掉 就可以释放出那些容量这样子 那下一个我们要讲的呢 就是现在你的讯息啊iMessage 它是可以编辑跟收回的 不过这部分呢 大家可能都已经非常习惯在LINE里面 已经有这个功能 而且呢iMessage它是有限定时间的 就是好像是三分钟还五分钟内 你都可以去编辑或者是收回 就在这边有一个取消 传送 然后下面有个编辑 那除了讯息现在可以修改之外呢 你们还可以一起共同播放影集啊 音乐啊 或者是你们可以一起修改Safari里面的标签页群组 例如说你们要一起出去玩 就可以一起搜集资料等等的 然后另外一个新功能呢 在邮件里面 现在它的搜寻功能是更强大了 大家知道邮件呢 在iPad上面 如果你要搜寻的话呢 是在这个目录栏呢 最上方你往下拉就会出现这个搜寻栏 那现在呢 你在这边打关键字呢 它会呈现出更多的结果 就是说在信件里面 可能曾经提到一些连结啊 或是一些图片呢 它都会直接显示在这边哦 而且现在呢你的邮件还可以取消传送哦 例如说我现在呢 来测试一下这个 送出之后 如果想要取消传送 就按下下方取消传送的按钮 那目前呢 Bella4最长可以到30秒 在30秒内呢 都可以阻止这封信被擠出去哦 接下来我们讲到Safari的部分哦 接下来会有个功能叫做通行密钥 它主要就是帮助你可以储存你的密码 然后在你登录的时候就可以更方便的 直接输入密码 而且是非常安全的方式 那具体它要怎么储存你的密码 现在是还不知道的 不过我非常期待这个功能 因为之后如果有这样的功能 可能也 也许未来呢 就不用用第三方验证的一些app啊 或者是双重验证等等的 因为据苹果他们自称呢 这个方式是比双重验证 还要更安全的方式哦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呢 天际这个app 现在是有一个全萤幕的动画哦 例如说现在大家看到萤幕上呢 这个星空它的星星是会闪烁的 那就是说今天是下雨天的话呢 它就会有下雨的动画 就非常的生动 然后例如说我们点击 未来的天气预报呢 它会有更详细的一些数字 出现在这个小小的视窗里面 就还蛮精美的这样子 然后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 就是现在使用相簿这个app呢 它的遗隐藏跟删除 它是会锁起来的 所以不是每个人拿到你的iPad 或是iPhone呢 他都可以看到你最近删除 会隐藏哪些照片 这非常非常的合理 最后呢还要讲到 就是如果你有在用Facetime的话呢 现在你可以直接从Mac上面 转到你iPhone或是iPad了 就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移动啊 就不用固定在这个电脑前面 这样子 还有一点要提到的 就是这次iPadOS 16 它有支援的装置呢 包含iPad Pro所有的机型 iPad Air第三代跟之后的机型 然后iPad第五代以后的机型 跟iPad mini第五代以后的机型哦 那总体而言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iPad 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更新 唯一的亮点呢 应该就是只有目前调度这个功能吧 其他都好像是一个 比较微小调整的感觉 那大家觉得如何呢 欢迎在留言去告诉我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iPadOS 16的介绍 就到这边咯 我是Pingerman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